在 matrix 裏面有一種 Symmetric Matrix 而這種 Symmetric 不是左右對稱, 不是上下對稱, 亦不是旋轉對稱 而是用 diagonal 的方向對稱 如果 3x3 來說, 即是這兩點要對稱 這兩點要對稱, 即是一樣, 而這兩點也要一樣 而這三點因為自己和自己, 所以什麼都沒有所謂 而這種反轉的動作, 就叫做 transpose 我們會寫成 A 這個 matrix 在次方的位置, superscript 了一個 T 那就叫做 A 的 transpose 如果 A 的 transpose 等於 A 自己 就代表反圓,即是沒有反過 那就叫做 Symmetric Matrix 如果有兩個 Matrix 成了之後, 你反它 就會等於你把這個反左, 再把這個反回來 然後再成在一起 但特別注意, 這個 AB 反過之後會變成 BA 看一看這條題目 告訴你 A 是 Symmetric 就叫你證明 QT P Q 成得出 那就都是 Symmetric 做了, 如果要證明它是 Symmetric 就很簡單而已 只要證明這塊的 transpose 等於這塊 那就已經是 Symmetric 的意思 不好意思, 寫錯了 應該是 P 的 transpose 等於 P 即是 P 是 Symmetric, 不是 A 好, 那這裏三個 Matrix 成在一起 第一次拆就拆給你看 插著兩塊先, 倒轉來 然後這個位置會再倒轉 所以就變成這樣 其實這裏 1 2 3 Transpose 了就不用足夠拆 最終的結果就會是 3 2 1 足夠 transpose 然後 P 的 transpose 根據題目比的, 這個只是 P Q 的 transpose 的 transpose 反兩次, 即是沒有反到 所以是 Q 來的 那就證明了 看到嗎? 這個 Matrix 的 transpose 等於自己 所以這個是 Symmetric Matrix